大家好,天气冷了,来做一个酸辣鸡杂 吃了开胃又暖和 先把鸡针切成两半 再把两边的筋膜去掉 这个筋膜吃起来影响口感 再把鸡针切深一点 切薄一点 但不要把鸡针切断 切好之后把鸡针旋转90度 用同样的方法切 切到中间位置,然后切断 这样切出来的鸡针炒出来更入味 也更好看 把鸡心直接切成薄片 鸡肝也切成薄片 鸡肠切成短节 切好的鸡杂放在一个小盆里面 放上食盐 鸡精 胡椒粉 然后把这些调料抓拌均匀 放一点高度白酒 干生粉 继续拌匀 拌匀之后放一点老抽上色 最后加一点食用油 下锅的时候才不容易粘连 切点芹菜 把芹菜切成短节 小米椒 小米椒也切成短节 野山椒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生姜切成小薄片 再切点蒜片 所有材料准备好之后 开始烹饪 锅里面下入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五成热左右 下入鸡杂 刚下锅的鸡杂 不要动它 等它在锅里面炸四秒钟 然后勺子把鸡杂划散 划散之后 鸡杂就差不多熟了 然后倒出来 把油滤一下 锅里面留一点油 把料头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加一点豆瓣酱 把豆瓣酱炒出红油 再下入芹菜 把芹菜翻炒均匀即可 再下入划好的鸡杂 先翻炒几下 放入生抽 味精 陈醋 快速翻炒均匀 再撒点葱花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这道酸辣鸡杂 酸辣爽口 适合下酒 下饭 如果你吃饭没胃口 就试试这道酸辣鸡杂 感谢您观看视频 下期再见 提侍 谢谢